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鹿 手机游戏作品真的是推出的超快的 而且每款游戏的玩法种类也都不一样 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些手游悄悄的上线 但是要对这些游戏进行筛选是真的蛮花时间的 所以不知道这期整理出来的游戏 又合不合大家的胃口呢 那么在这次要介绍的游戏当中 就包括了机甲美少女战斗的RPG 第三人称涉及玩法的MOBA游戏 3D魂系的动作游戏 韩国著名的MMORPG的手游版 还有东方Project的冒险游戏等等 那么就直接开始今天的推荐吧 爱塔纪元是款3D美少女的海陆空机甲战斗游戏 本作以不同势力互相争夺利益的未来世界为舞台 玩家将作为执行官的身份 率领驾驶大型机甲的少女们 ETE 参与战斗 试图夺为和平 游戏拥有海陆空三种不同的战斗地图 所以玩家需要根据地图 搭配ETE部队 才能更有效地去通关 玩法方面则采用了即时指令的战斗系统 指挥角色们去攻击指定的敌人和发动技能等等 也可以在战斗中随时切换视角 在战斗以外的时间 则能够用来自由移动角色们探索地图 另外除了主线剧情 游戏也加入了资源关卡和多种挑战关卡 当然还少不了角色养成的系统 相信手游玩家都非常熟悉这些操作 作为一款手游 本作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但是在人设和画质方面还是比较优秀的 而且战斗时的临场感也很强烈 对于喜欢美少女机甲的玩家来说应该有感兴趣 阿拉特是款常了卡通风格 以三对三MOBA玩法为主的设计游戏 玩家将会在一个名为阿拉特的世界里 选择不同的角色来进行三对三的战斗 游戏提供了丰富的地图和玩法 不同的地图都能带给你不同的战斗体验 在一般的模式下 你会和其他两名玩家组队 主要击败敌人率先获得足够的分数就能获胜 此外本作也设计了许多可用角色 每次战斗你都可以选择喜欢的角色来操作 当然他们都有着自己专属的特色和技能 而且操作基本上都是很简单容易上手 还有着超多个性化的装饰可佩戴 整体是一款射击体验和手感都很不错 画质精美且不会卡顿的射击游戏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类卡通风格的作品 那就来和你的好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试图成为游戏中最强的战队吧 如果说起最近在韩国推出 让人感到期待的游戏当中 那么这款MMO的手机游戏 就是者之数M 就应该算是其中的一款了 手机版是以端油就是者之数为基础 还原了柔和的画面重新打造的作品 延续了需要探索女神像世之谜的剧情 还有多元主业等等的游戏特色 让你可以体验多样化的转值系统 尝试往不同的战斗路线发展 而游戏针对移动平台进行了很多优化 像是加入了自动导航和战斗系统 还有可以协助你战斗的随心伙伴 像是随心角色 天使又或者是宠物 所以再也不用担心打副本没人组的窘境啦 除了随心伙伴可以帮助你增加点战力以外 你还能透过强化武器、装备跟技能等养成系统 来进一步提高你角色的战斗力 当然游戏还有着很多丰富的内容 等你来发掘 喜欢MMO的玩家就不要错过啦 Cyberpock是一款3D魂系的动作游戏 刚开始玩的时候 大陆对这款游戏的第一印象 就是游戏里的人物动作 还有画风之类的 都很有波斯丸子系列的技术感 不过本作这款采用了区块链的游戏 厂商为玩家提供了几张开放世界的地图 还在地图里加入了lockline的元素 所以你每一次进入地图 都会有随机敌人出现 战斗的话只有普通攻击 重击、防御、闪避 还有个资源角色的技能 不过游戏的战斗其实蛮硬核的 因为每一次的攻击和闪避 都会消耗体力条 所以你需要注意敌人的攻击方式 还有在适当的时机去闪躲攻击 另外地图中也会有很多宝箱 等你去打开 打开后还会有各种提供你不同效果的道具 继续深入探索的话还会获得新技能 跟遗物等等可以增强角色能力的装备 而游戏也提供了很多关卡让你去挑战 整体是一款还算不错的动作NFT游戏 东方Acadia Ricord是一款横向卷轴的弹幕设计游戏 本作是少数得到官方授权的东方Project游戏 厂商还专门制作了一支KUSO广告来作为宣传 游戏融入了东方传统的弹幕设计玩法 玩家可以带上最多五名成员出发闯关 并利用左右屏幕下方的上下箭头 操作角色移动到不同的轨道上 努力去躲开敌人的攻击 期间角色们都会自动攻击而奔跑 等到他们的技能大招冲完了之后 就可以手动点击来发动技能了 战斗中也可以听到熟悉的BGM哦 另外玩家还能通过抽卡来获得自己喜欢的角色 当然也需要给他们进行养成 作为一个靠着粉丝用爱发电的IP 东方Project延伸出了无数的音乐、漫画、小说甚至是动漫 但印象中的东方IP手游读不太长久 不知道这款游戏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这就需要粉丝们的大力支持咯 Power Rangers Morphin Legends 这款由AnimoKa Blends旗下的旧金山工作室开发 一款集合了收集和角色扮演玩法的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收集到熟悉的角色 然后就能组建战队并注定作战策略 通过战斗和升级来与各种邪恶势力对抗 与你喜欢的角色一起拯救世界 战斗方面 游戏常能回合制玩法 每次战斗最多可以安排五名角色上阵 新的角色都可以通过抽卡或推进剧情来获得 战斗中你需要利用技能来攻击敌人 每次攻击堆里击毕杀机的技能槽 使用毕杀机的话 所有角色会一起出动进行攻击 另外游戏收录了许多Power Rangers系列里出现过的人物 以及大家都熟悉的场景和画面等等 还有各种各样的剧情和创新事件 如果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话 就来到游戏中组建属于你的梦之队吧 五个幻想曲是一款偶像养成的音乐手机游戏 游戏故事围绕着一群少女们 所以你可以观看到少女们努力奋斗的剧情 而你将帮助少女们顺利完成每次的表演 让她们成为最耀眼的偶像明星 在游戏玩法方面 你可以安排不同的角色组成表演团队 本作成了应由常见的下落式玩法 玩家需要根据掉落的音符进行点击 长按或滑行等操作 并且触发角色技能还能帮助你达到更好的combo 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丰富的奖励 另外本作也收录了数十首原创歌曲 也有多个不同魅力风格的少女偶像团队 喜欢应由的玩家可以下载试玩哦 《月兔养成记》是一款由Abird Games所推出的放置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将化身为一名月兔 因为邪恶的黑暗将月光吞噬 所以你将会展开冒险与黑暗对抗 击败那些可怕的怪物并拯救月亮 玩家在游戏中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尽量去培养你的月兔角色 游戏中的月兔会自动攻击怪物来赚取金币 你可以利用这些金币来提升月兔的等级 提高攻击力或体力等等的属性 或开启增加攻击速度或暴击率的技能 另外武器也是提高你战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透过抽卡方式来获得稀有武器 而游戏也还有着许多增加战力的方式 看着满屏打出来那满满的伤害数字 真的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疗愈 喜欢放置游戏的玩家就来尝试拯救月亮吧 酷苗跑酷是款玩法简单容易上手的跑酷游戏 游戏中你将做一只勇敢的忍者猫猫 一路奔跑并消灭路上的敌人 操作方面只需要利用一只手指 控制角色左右移动 闪避攻击和跳跃平台等等 虽然操作简单 但敌人的攻击加入了弹幕设计的元素 所以到了后期要散开满屏的子弹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另外每次消灭一波的敌人后 就可以获得新技能 其中就包括了提升角色武器 属性或是回血等等 合理安排顺级元素就能让角色组得更远哦 除此之外 你也能为角色佩戴各种装备或提升天赋 如果你喜欢操作简单 却充满挑战性的小游戏 那你或许可以来试玩这款作品哦 巴安的冒险是一款直向放直的冒险游戏 本作藏了卡通的画风 讲述着古墓骑士给主角发了邀请函 于是便开启了菜鸟骑士修炼成最强英雄的旅途 由于是采用了放直玩法 所以玩家专注的是在角色培养方面 像是强化装备 提升天赋和属性等等 当然也可以进行抽卡来获得新的角色装备 然后再组建一支强大的狮人队伍 作为一款放直游戏 你可以调整战斗的速度 在每次通关后都能获得新的奖励 不仅如此 离开游戏的期间很能累积离线奖励哦 而这款游戏也加入了属性相克的要素 利用有力的角色 就可以更加轻松地打倒敌人 如果你想找一款解放双手的休闲游戏 那就来试玩这款新作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喜欢的游戏呢 大陆个人就比较喜欢爱塔纪元这款作品 本作的战斗可以说是临场感满满 角色设计也算是相当的给力 对注重视觉体验的玩家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哦 最后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by bwd6